刘备,我是细经,就问你服不服 那我们就来盘点下刘备的哭,以及哭的目的 以和赵云分手 刘备握着赵云的手,一意不舍 目的,笼络赵云 二,徐树的老妈被曹操抓走 徐树要离开刘备,刘备哭了 目的,希望感动徐树 能留下来,望着徐树离开的背影 刘备又哭了 目的,让世人知道他的求贤如可 三,请诸葛亮出山时 刘备也哭了 目的,让诸葛亮感到自己的真诚 肯出山辅佐 四,刘表托估刘备 刘备哭着说必会尽心尽力 五,曹操来追杀 刘备带着百姓逃跑 让那么多人一起遭罪而哭了 目的,笼络民心 六,刘备扔了自己的儿子和赵云一起哭 赵云,阿斗阿斗七 去东吴和孙小姐成亲时 刘备哭了好几次 目的,为了安全脱身 八,刘备入树 和刘章见面 又哭了 目的,拉拢刘章 九,彭桶死了 刘备哭了 十,刘章出城投降 刘备握着他的手哭着说 不是我不仁义 我也是逼不得已的 十一,关于死了 刘备哭了好几次 刘备,云长二十二 曹丕篡位,刘备在哭 十三,张飞被杀 刘备继续哭 十四,永安脱孤 刘备接着哭 演艺中的刘备确实哭得不少 少说有十几次 有些哭是有真实情感的 有些哭是有一定潜在目的的 刘备 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 按照演艺的来看 说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仿佛也不为过 因为这十几次哭 不仅让刘备聚拢了一大波武将能臣 更让刘备的人意德行远播 塑造了一个明君的形象 那么,历史上的刘备真的那么会哭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再一起来看看历史上的刘备什么时候哭了 哭鼻子拉居三国志记载 一次,刘备在何田与将军分别是哭了 那时候刘备很看好田玉 田玉后来跟随公孙赞 二次,彭统在洛城去世 只有三十六岁 刘备哭了三次,刘峰回成都 刘备为了保护刘缠的地位 杀了刘峰,之后哭了四次 法政去世,才四十多岁 刘备哭了再加上资质通鉴 九州春秋的记载 刘备哭的次数也是很少的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